加萨走廊它是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战场吗 联合国官员最新接受了电视专访时表示 北加萨已经陷入了全面饥荒 并不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赞成纳坦雅湖的做法 也不是所有的巴勒斯坦人都与哈马斯站在同一阵线 但最受苦最猛难的永远是平民百姓 以西列政府最新又以国安为由 勒令要关闭了卡达的媒体 也就是半岛电视台 现在必须要停播了 也搜索办公室还有 所有的设备也被收押 在此同时天主教宗方济各 也再次的呼吁和平 不要战争而是要对话 端着锅碗瓢盆 孩子们即使肚子在饿 也都愿意乖乖排队 我们在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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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吃饭 我们在吃饭 这里是加萨中部城市迪尔巴拉 即使民众说已经长达一个多月 吃不到蔬菜 毕竟至少每个月 都能收到援助包裹 加上人道组织进驻 让这家人不至于长期挨饿 但在孤立无援 援助物资几乎完全无法进入的加萨北部 最可怕的人道危机 却已得到证实 有加萨 有加萨 在北部里 它是向南部 联合国宣布 加萨北部已经陷入全面饥荒 以色列却言辞否认 还特地邀请媒体 来拍摄满载援助物资的卡车 从过境点进入加萨 自导自演的戏码 外界却不买单 土耳其率先宣布 全面切断与以色列贸易往来 直到加萨永久停火 援助得以顺利进入 听火除了能疏解加萨 停火除了能疏解加萨的人道困境 还有助缓解紧张局势 随着战争拉长 以色列在国际社会的处境 恐怕将面临更多压力 大爱新闻 江玉婷编译